要成為演藝圈裡面的 不老妖精或者是不老妖怪 其實平常的飲食習慣 是非常非常重要 美兆姐 聽說妳一天只吃一餐 而且大部分的 都用留職的來代替 對 為什麼 習慣了 因為 我很懶得吃東西 而且我很挑嘴 我寧願餓肚子 我都不吃 我不喜歡吃的東西 所以才會那麼纖細 剛剛其實老師的那個茶 我自己個人也有我自己的方式 就是沒有這麼的 這麼的專業 對 我自己也常 就是只要冬天一到的話 我們家一定有一大壺 就是枸杞 然後黃旗 紅棗 有時候我就玫瑰花 然後加一點枸杞 用煮的來煮開之後 然後 給大家當開水喝 有時候加點桂圓 薑 甜甜的 桂圓我不愛 我就知道 薑你總愛了吧 薑可以 只要那種太甜 會胖的她都不愛 不知道 我就是不愛 淡淡的可以 對 我喜歡淡淡的 然後 就是當水喝 就一天最少喝一千多cc 也是量一定要這個以上 以上 對 一天一天多 你剛剛說你一天只吃一餐 是哪一餐咧 就不一定 也大部分的時間在五點左右 下午五點 下午五點 那你也開始吃第一餐 對 都不吃 你怎麼那麼耐餓呢 我不知道我就可以喝很多的水 我就覺得我有飽足感 它有飽足感 對 可是你這樣子 用這個方法來維持 也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懶得吃 有這麼特殊的生活習慣 對 可是你這樣不會覺得很容易累嗎 不會 我精神很好 那會不會容易腰痠 不會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吃的東西 蓋子含量太少 也會讓我們骨頭會鬆散鬆散的 可是你喝流食的東西 你有牛奶 你也喝牛奶 你還做運動 或豆漿 或是你剛剛講的那些中藥的 對 然後我那一餐就什麼都不計 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 能從早上起來活動到傍晚 五點多 才開始吃第一餐 我也有試過 但是我覺得 對一般人不太好 因為我曾經為了希望能 因為我曾經有一段時間戒菸 那不想要莫名的胖 我也不知道 現在也不可考 你武丁的關係 也許 反正我都不可考 你知道戒菸的那一年 整個是胖到莫名其妙 就是用 我很激進用斷食法 所以斷食法就是 什麼都不吃 就是不吃 但是問題還是受不了了 可能不到三天就受不了了 一直喝大量流食 也喝到會拉肚子 你知道 喝水會喝到拉肚子 你知道多厲害 所以也是像美照這樣子 我一天也吃一餐 我那時候就是 早午下午茶餐 現在很流行早午餐 就是早上不吃 一直到十一點才吃 他希望一天只吃兩餐 有點碩 但是我也是像這樣 但是初期感覺很快速瘦下來 瘦個三公斤 五公斤 但是你知道一喝了水崩 又回來 那就是變喝水也會胖了 好 這個還不打緊喔 出現一個大問題 我瘦下來 我一餐吃對不對 一天兩天還沒有什麼感覺 三天四天 我那一餐吃吸收特別厲害 胖回來更厲害 所以你覺得這方法 不是人人虛 你太晚吃了 對 我為什麼五點左右吃 等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的食物已經動動消化了 所以也要配合 要配合每一個人要做起 我撐到七點 早上起床 一定要吃早餐 是 中午到了一定要吃午餐 然後下午還要吃個點心 然後對 晚上要吃晚餐 你不要跟我講 你有宵夜 你吃不漂亮嗎 來 麻煩 麻煩醫師帶去看有沒有回頭 對 我的媽 你瘋了你 這樣越聽大家覺得 氣死了 我要拍戲的話 我一天就是要午餐 一定要午餐 你看身材應該維持這樣 沒有 因為體力 對 而且他這個 代謝很快 他的營養都吃在他的上圍了 他上圍吸收得特別快 因為我的代謝是真的很大 其實瑋鳴哥你的養生方法也是 每天只吃六分飽 也不是要吃很多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就完全斷了這所謂澱粉 就是 其實慢慢啦 慢慢改善 因為沒有辦法拍戲 因為你要聯繫 所以突然戒煙 胖起來也不行 整個臉都腫了 我自己切身經驗 就是說其實 一定要飲食的控制 適量的運動 或是過量喔 你不要搞不清楚 有的人說我一直運動 我告訴你 你運動完 你缺乏熱量 你吃得更多 你吸收壓力更快 黏過四十以上 你就不要騙人了 你的代謝一定差 沒有人代謝好的 而且如果說你運動 你然後一段時間沒空的話 不運動就更胖 更胖 你看 你看練健美的 真的 二頭肌有沒有 哇 本來是那個駝峰 最後 三年之後 變牛胃 跳在下面了 真的會垮下來 很多喔 運動選手只要一停止 馬上都發胖到100多公斤 太多了 階段性的一直在調整 然後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才能夠維持得這麼好 而且他有 你會發現他那個 骨頭還是很那個的 筋骨還是很 相當的勇 所以他 你也是在運動 有有有 我就講適量運動 是每天一定要做這個 流汗也好 做一些伸展也好 其實人筋骨最怕就是卡掉 卡掉你就會沒有辦法 當然還是要老師的一些 配方調理 這是真的 那國磷呢 妳的養生秘訣 今天有帶來現場對不對 有啊 對啊 可是我說的 大家都會可能會很氣我 因為我超過了45的代謝 真的很好 很氣 我這下都來不及了 我從來不做運動 起死 然後非常 這種人最討厭 我偏好那個 起死 起死 好過分喔 連甜食你都吃這麼多 我也好愛 對 對 我偏好 但是平常到底都吃什麼包樣 但是 小時候因為外婆嘛 就是會燉白木耳 然後加一點紅藻 紅藻 跟枸杞給我們吃 因為它 它就是膠原蛋白嘛 就是所謂的平民燕窩 對 我們不一定要去拿燕子的窩來吃嘛 對不對 那一樣是膠原蛋白 然後黑木耳也是 但是白木耳口感比較好吃 好吃 對啊 來 我們大家一起來品嘗 好好吃 這誰調配的 好幸福喔 這妳煮的嗎 柏玲啊 柏玲妳調配的 蓮子 我調配的 蓮子白木耳 對 以前沒有那麼好 沒有加蓮子 對 現在都講究要加蓮子 對 早時候加一點紅藻跟枸杞 我們這個平民燕窩 這個白木耳 色起來很Q 而且對我們排便 還有這個上廁所 乳洞 腸胃乳洞都很好 加上這個東西 它就比較不會說怕都缺改 這個部分這樣 超好吃 因為它的蓮子已經化開了 然後它的那個白木耳又QQ脆脆的 而且現在不是有那豆漿雞嗎 然後你就是把那個黃豆跟黑豆 就放下去 而且它乾豆它就可以自己弄 你只要過濾完 加一點冰糖就可以喝了 木耳那麼多種 白木耳比較好 還是黑木耳比較好 它有不一樣的作用 譬如說白木耳它是走上膠 就是肺這些的皮膚這些 黑木耳是比較走上我們的腸子 所以你會發現什麼痴瘡 或者是說這個排片比較不好排的 我們會建議它吃的是黑木耳 可是白木耳都是比較肺 氣管 美白 這個部分會比較用得多 除了今天這個白木耳蓮子湯之外 國玲還要替我們介紹 有時候我們拍戲 它可能就是 沒時間煮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 市民想要有這種所謂的海燕窩 講好聽什麼叫海燕窩 其實它是海藻礁提煉的 海燕窩 其實看起來像果凍 對 它就是海藻礁 就是那個 海藻 很像石花凍之類的那種海藻 就是我們小時候吃那個 石花菜的那個 對 海邊常常有這樣子的名點 它跟水果跟冰糖結合 然後有一點不熱的時候 它就變成很像果凍 QQ的 這吃了對皮膚有什麼幫助 一樣是膠原蛋白 對啊 快要低下來 我覺得這個小朋友一定超愛的 酒店他說是果凍就好了 而且這個買好便宜 這樣一個不到八塊才比 八塊錢可以煮這樣一公升 然後我們大家這樣分享 這個就是那個 很棒 人家說比較天然的那個什麼 酒煙 就是石鹽的那種 石鹽或石花菜 可是這也是偏涼 那是因為你身體比較燥 然後會發熱的這種 如果像我們那個像 有一些人容易拉肚子 或者是比較手腳冰冷 這個吃多了它會更虛弈 可是因為我沒有時間煮的時候 我就泡這個 OK啦 你的體質是OK 我們不一定適合 我們夏天 溫熱的可以嘗試 但是體質太寒的可能就少吃 不行 或者是夏天吃它可以 所以清熱消暑也很讚